人呢 跑了 谁是幕后主使啊 没人敢承认 段爷 你要的东西 大哥 这是 阿坤 你下去守着 叛逆心灵 我好不容易让阿坤搞到手的 你确定要进这些货 我在老六那儿 他不是受伤了吗 打的就是这个 我说这老六他还真系这洋玩意儿 咱们云南白药不好吗 金冲药不好吗 不是这概念 老四 老四 你说这六 大哥 您有话就直说 你 你这样 我发急啊 不查了 我说那个袭击我那事不查了 为啥不查呀 查不出来的 这怎么可能查不出来呢 这上海滩还没有我查不出来的事呢 不查了 就这样让过 让过 那不行 有人要取我大哥性命的 我这不是好好地在这儿呢吗 您是吉人天下 您没事 这老六 老六也不好好地在呢吗 那是他走运 他总是走运 动我大哥伤我兄弟 那就是跟我过意不去 我是吃饭长大的 不是吃食长大的 他当我黄老四是谁呀 老四 老四 我知道你心里难过 老四 但是你也知道 总是会有份的 你不可能分分钟地在我身边 人说只能千年做贼 不能千年防贼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 我就不让人动我的兄弟 我宁可错山一白 我也不会放过那个人的 我现在突然想起家瑞了 这三哥 家瑞聪明 他聪明啊 他比我想得开 娶妻生子 洗手不干了 再也不过问 商会里的事情 三哥这些年 就没有任何的消息啊 有二十年了吧 从来没有联络过 大哥您不再去找找 一个不想被找着的人 那就不要去找了 兄弟一场 如果要有缘分的话 今后还会见面的 你们谁想利益要走 我支持 大哥 我不走啊 我一辈子跟着大哥 这反正我就是一个烂光棍 死活我都跟着大哥你 你说你还真挺稀罕的 你要老跟着我干什么 有本事娶个媳妇回来 我没本事 我也没想过 我娶啥媳妇呢 自讯烦恼 清清日子过腻了 娶媳妇 伺候你吃 伺候你穿 陪你睡觉 给你生儿育女 娶啥媳妇 我跟着你呢 也不愁没女人睡 我还管你一辈子 我还管你传宗接代啊 不由老六吗 这老六生了孩子 他能忘了我这个人吗 他孩子总得喊我一声四叔呢 娶个正经女人回家 好好过过清闲日子 真没人哪 寻不到正经女人嫁给我 那 你 你